哈喽大家好 是杠吉 然后呢 最近去骑山地车 然后去 准备 再去练习 再调个地路面 先买了个图柜 今天给大家拆箱一下 还有还送了一个眼镜 差不多已经这样了 先戴一下 诶 能不能弄啊 可能我不需要送你去 好了 这个我不会做 车不一样了吗 因为我已经买了辆车 不一样啊 三级车 是这样 今天晚上就到了 后天晚上 一周六 我本来黑色的 就是 哈 没了 诶 就拿了一个巧克力色 这个 挡泥土 但是我不 去山上 你应该用不到 然后是保护好自己的脑袋 这是保护嘴巴的 这个 你不会撞到脸 这个还是 材质不一样的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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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还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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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忘了 我也记不太迟 看一眼 研究一下 我 这个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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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训练功 练习一些飞坡 然后这种控车之类的技术 有一些专业的人士 他们说不能直接去山上去 如果去的话你有可能会摔死 也不是有可能摔骨折吧 就像他说山那个很滑 然后可能控制不住车会摔 然后有些他那个坡是往上 人可能要飞起来 然后飞下去会摔到 其他应该没有什么机关 然后呢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然后过几天呢再给大家 再分享一下 再分享车 拜拜